大家好,我是小贼猫 今天继续来玩樱花校园模拟器 上一次被警察给追捕了 这一次我准备做个遵纪手法的好学生 然后谈一场甜甜的恋爱 目标当然还是隔壁家的这个小哥哥了 先过来给你打声招呼 然后让他跟着我 我们一起去上学吧 在路上顺便培养培养感情 不对呀,我的书包呢 去上学怎么可以不背书包呢 你先在这等我一会儿 我进去拿个书包就出来 找到我的书包了 赶紧背上我的小书包 带着我的小哥哥一起去上学吧 我得抓紧时间了 再不快点就要迟到了 今天可是我第一天来这个学校上学呢 可不能迟到 给老师和同学留下不好的印象 诶,等等等等 学校在哪个位置来着 这要走哪条路呀 完了,我竟然不记得了 你知道走哪条路吗 看来你也不知道 那我只能快速移动了 直接到校门口 快点快点快点走 不然真的迟到了 不过这个学校门口离这个楼 咋这么远呢 这跑起来可真费劲 这个学校有点大呀 我要上课的话得去哪里上呀 完了,我上课我都不知道在哪上 到这边看一下 呀,这边原来是练舞的地方呀 不错 啊,不行 我得先上个厕所 有点妙急 诶,你怎么进来了 你赶紧出去出去 这是女厕所 完了,我听见上课铃声了 这次真的迟到了 我得赶紧走 但是教室到底在哪个地方 我得找个人问一问吧 这周围也没见有人呀 诶,这有两个人 这两个人 不会是我们学校的保安吧 过来问一下 嗯? 诶,大哥,大哥 两位大哥 你们等一等 我想问一个路 你们知道教室在什么地方吗 诶,不是什么情况 他们打起来了 我只是来问一个路 你竟然打我的小哥哥 看我怎么凶食你 好歹我也是练过我的 这是把他给打死了 还是打晕了呀 算了,不管了 我还是赶紧走吧 这还有一个呢 这个就交给你了,小哥哥 看来我的眼光不错呀 没有看走眼 小哥哥不但没有丢下我跑掉 而且为了我和别人大打出手 竟然把他们都给打倒了 这也太帅了 我必须表示一下 安慰他一下 先给他一个爱的抱抱 好了 接下来我得处理一下现场 先把这两个人给藏起来 不能被别人给发现了 先找个角落吧 就把它放到这个地方吧 先 哎,你别挡着我呀 我这在给你处理现场呢 这一个也可以放到那个位置 就先这样吧 现在这个情况看来 我想回去上课也是不可能的了 这里正好有一辆车 我只能带着小哥哥私奔了 我也不知道开到了什么地方 就在这下车吧 小哥哥 你先在车里等一会吧 我先回去给你看看情况 如果没事的话 我再来接你回去啊 我先到爱发现场来看一看 那两个人还在不在 嗯,好像不见了 难道说没事啊 那我就赶紧把小哥哥接回来了 不过 小哥哥在什么地方呢 我好像又迷路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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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